观众朋友关注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新华网在15号发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那就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 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共的副总理张德江兼任 这一消息迅速在海内外的传播 成为了一场虚拣全球的一个新闻的冲击波 所以这一新闻永拔百度实时热点的头筹的话 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曾经踢爆胡瓜瓜开法拉利的华尔街日报 就马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说薄熙来是否的政治生涯会终结 我们新台电视台热点互动的节目 也对这一系列的事件进行了跟踪 那么究竟薄熙来所宣传的这个唱红打黑 是否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十八大的格局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数 那么这把火是否会延伸到挺薄熙来的周永康 有人说薄熙来的这个新闻就像一出连续剧 那我们就看看这出正在上演的和继续以即将上演的这出连续剧的史谋 去年底王立军因贪腐和刑讯逼供 被中纪委调查 就传出了薄熙来和王立军划清界限引发二人决裂 就在传言满天飞之际 2月2号重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王立军不再兼任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领域 重庆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成了媒体的焦点 殊不知被评为政治立场坚定的王立军 已经暗中计划一项惊人之举 2月6日这是关键的一天 晚上10点 王立军为了闭人耳目 乔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滞留了一天 薄熙来得知王立军逃亡 立刻派重庆市长黄奇帆 带70辆警车包围美领馆谈判 在中央干预下 王立军被国安部门带走 2月9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此事 就此中共权斗的黑幕搬上了国际舞台 王立军事件是否烧到薄熙来 成为中共十八大权力布局的观察点 到底王立军把什么秘密交给了美国 而王立军出事后 薄熙来还和加拿大总理哈珀会面 官方传媒低调延迟报道 引起各方揣测 期间更传出了薄熙来与周永康 联手企图扳倒习近平 密谋争夺领导权 这场高层拳斗表面化 但真实情况如何 仍扑速迷离 3月5日 两会开幕 重庆团被安排住在人民大会堂宾馆 戒备森严难以进入 就在这天 媒体发出事前做好的黄岐帆的专访 指出王立军事件是国际政治问题 但视频随即被删 3月9日 薄熙来首次公开回应王立军事件 承认用人失察 但仍为唱红打黑辩护 3月14日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会后的记者会上 严厉批评薄熙来所领导的重庆班子 必须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隔天 中共官方媒体先后发布薄熙来和王立军被免职的消息 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薄熙来倒台 下一出戏是什么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您也可以通过skype与我们联系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播899-116-0297 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网络及时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爱博电视及时的收看 而无需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下载地址是starp2p.com 好 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嘉宾 我们现场是著名的政论家陈鲁空先生 我们进入刚才的话题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薄熙来的王立军事件 所引发的重庆的丑闻 一系列的事件 其实我们这个今天电视台 热线互动和新闻节目的一直在密集的对此事件的进行跟踪 那么这件事情 现在终于这个薄熙来呢 他被免职了 倒台了 那么卫报呢 这个英国的卫报形容的薄熙来下台 才是中国十年一次领导层换代前最大的政治戏剧 我想这个结局的话呢 陈不公先生和很多诸多的专家的话 在此前已经有很多的预测 预测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尽管有人坚持说薄熙来会没事 会软着陆 但是呢 仍旧听到您是这个铁口直断 可谓是这个 怎么说的 料事如神 有当代这个诸葛亮 那么想请问一下 当时您是怎么推测这件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对 这个事情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 首先看王立军为什么会出事 是中共高层要去动这个薄熙来 要搬到薄熙来 那么先就从薄熙来身边的人下手 就调查王立军 看看王立军跟这个黑社会有什么勾结 这个胎腐方面有什么形状 但王立军被调查之后 这个内线的中共高层内线告诉了这个薄熙来 薄熙来察觉之后非常惊恐 那薄熙来就决定来一个丢足宝居 来一个就说跟那个王立军割习 说他就宁愿把王立军卖掉 说这个时候他就干脆先下手为强 用重庆的共检法的警力来调查王立军 试图来一个抢先立功 抢先划清界限 当王立军一察觉薄熙来 王立军察觉不仅他受到中纪委的调查 而且他还受到薄熙来的这方面的监控和调查之后 那王立军觉得两头老鼠钻风箱 两头受气 他就决定来个鱼死网破 铤而走险 因此他就去向第三势力寻求帮助 那就是走进了美国领事馆 结果美国领事馆之后 那么王立军后来经过中共高层和重庆地方的一番博弈 最后是被中共高层国安那边带走了 那带走了之后 王立军是被全天后的关在中央专案组里面审问 在这个情况下 王立军这件事情爆发了 本来中国高层的现实 又通过他来整薄熙来 那王立军撞到了枪口上 投入领事馆 那中共高层当然就落得下什么 所以最后演变到 我原来说过 王立军出事就是薄熙来出事 王立军倒了枚 薄熙来就是倒霉 王立军在那里全天后的揭露他 这些事实就摆在那里 越来越多的证据就掌握在了薄熙来党内的阵敌 或者是民间自由派的手上 所以说薄熙来就今天完全就在逻辑之中 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 非常戏剧性的话 薄熙来他重庆代表团 这个答记者问的时候的话 还是在这就为自己开脱 那我们知道最后一天 人大两会的最后一天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的话 谈到王立军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说是语气非常的强硬和严肃 那么要求重庆的现任领导 要反思 那我想这个问题的话 出现了之后的话 这个张天亮先生的话 写了一篇博客 就是说江泽民要抛弃薄熙来 那我们现在在线上 也就请到了这个著名的实时评论员 张天亮先生 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对 其实这个胡锦涛是要搞薄熙来 应该是由来已久了 在这个1月15号 两个军委副主席表态支持胡锦涛之后 胡锦涛就开始对薄熙来下手 他们就开始调查王立军 但是本来我想中共内部的话 是想通过一种黑箱的方式 黑箱作业的方式 就把这个事情 比如说抓薄熙来一个贪腐 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材料 把他逼退 不让他进常委就可以了 但是王立军出走美国领馆之后 这个黑箱作业的事情 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因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 那么其实这个胡锦涛呢 他现在很多港媒都传言说 他想要连任军委主席 我认为之所以当时我认为 薄熙来肯定会被免职 甚至欲 一个重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前 胡锦涛必须树立自己绝对的权威 有的话呢 就是说一旦召开十八大 他放弃军权了 或者是说他想连任军委主席 但是呢 他却连薄熙来都搞不定的话 那么党内就不会有人再把他当老大 包括他自己的弟兄们也不会再跟他了 因为这个中共他内部的团体的话 都是看谁势力大就跟谁的 所以呢就是说 我后来就分析呢 就是说 胡锦涛为了自己将来的安全 为了十八大不得不现在亮剑来处理薄熙来 所以不管薄熙来放多少 什么样的这个假消息 这种过去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写了二十篇博文 都是去讲薄熙来将来一定会出事 那么很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现在被免职 究竟他的处境如何 现状如何 他是被拘押了呢 还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很显然 这个温家宝讲那番话之后 就暗示了中共高层已经是有决定了 而在这个两会前 中共高层呢 是当然不便宜马上采取行动 因为这个采取行动的话 两会的焦点呢 就是薄熙来被抓这个事情了 但是重庆团被单独住在一个宾馆 这个就是被隔离了 然后戒备生年 那就是被监控了 这个后国强跑去看他们 那就是这个避免打草惊蛇 这个虚虚实实 并不厌诈 到后来这个薄熙来自说自话 中共高层的除了周永康以外 没有人为他背书 而周永康刚刚在星期四 刚刚在上周为他出来站台背书之后 那么这个会结束 本周星期三 温家宝就讲出了跟周永康完全不同的一句话 完全不同的一番话 前则周永康对重庆是全面的肯定 什么五个重庆 什么唱红打黑 什么经济产子名列前茅 但是那个温家宝却强调历届领导的成绩 但是现任的必须反思 就已经把中共高层的分裂和分期 摊在了国际舞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薄熙来应该是两会一结束就被扣押了 不让他回重庆扣在北京 我认为他现在轻则处于软件状态 重则处于隔离审查状态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温家宝 在这个最后这个回答王立军的问题上的时候的话 他这个是这样讲的 他说他就是说在这个答记者问的时候 他说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 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入则恳恳以尽忠 出则千千以自毁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周四宣布薄熙来的被免职的之前的话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就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黄靖就说 温家宝的批评不仅是针对薄熙来的 也是针对薄熙来身后的一些人 我想薄熙来这个温家宝究竟会在这件事情上追查多深 我想听听在张天亮先生的意见 表态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他用的这个词 求着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一般来说谅解呢真的宾语实际上解一个错误 宽恕的话一般都是说宽恕一个罪行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动词和宾语连起来的话 我们就我就感觉到温家宝所谈的 绝不知也是一些政策失误的问题 他可能是针对国内这种受迫害很严重的群体 讲这番话 那么这个薄熙来的话呢 他跟周永康实际上是已经捆绑在一起了 我认为薄熙来的话 现在最痛恨的人就是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是把他给害了 如果周永康没有去挺他的话 如果周永康没有去支持他的话 这个薄熙来当时就不会有这个勇气 在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 还跟胡温继续反 那么他越叫板的话 越引起这个胡温的反感和这个动杀机来处理它 那在这个胡温最后终于动了杀机的时候 周永康去撤了 这就相当于他把这个薄熙来捧啊捧 捧到云端去之后突然间撤梯子 他如果不捧这个薄熙来的话 薄熙来可能是摔一跤鼻心脸肿 那现在他把他捧那么高再撤梯子的话 薄熙来摔得粉身碎骨 薄熙来现在恨周永康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当年王立军恨薄熙来恨到的那个程度 所以呢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薄熙来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状况呢是这个情况是很危急的 他呢是一定是要急于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拉越多的人跟他捧满在一起 他就是觉得他罪过就越多人帮他分担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一定会私自的拉住这个周永康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会他咬这个周永康啊 就会像王立军咬这个薄熙来一样的这个狠 那究竟这个薄熙来倒台之后 下一出戏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会延及到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一层面 周永康 那我们一会儿呢 还继续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好 你们大家好 像这个 像我们前几个礼拜都讨论过嘛 关于这个这个薄熙来嘛 我说我们都说了 你们贵宾也说了 薄熙来一定有事情 这个很明显摆的嘛 那么一个小小警察局长他敢说什么呢 那当然是薄熙来叫他做的嘛 那么现在我的判断 周永康一定有事 你看到好了 过过过过个几天或者是半个月 周永康一定有事 真正幕后的老大就是周永康 其次就是薄熙来 再其次再是王立军 这是一连串下来的 为什么他们要搞这个 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傅锦涛搞话 我们在你们电台讲了很久 傅锦涛啊傅锦涛你一定要小心 他一定把你当作刘少奇 你不干他就干你 你一定要胆子放出来 我们讲过很多次 现在傅锦涛可能就听了我们电台的话 他开始也懂了 你不做 你以为你给他 我们活些社会 你以为你共产党见共产党没有活些社会 只有你死我活 不是我活你死 只有这两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的 所以这个傅锦涛还算不错 他那个这个这个悬崖热马 他老进转过来了 如果他不转过来 他就必死无停 这个就像毛泽东当年要 要将军 要王丰文 炮打中央 就把中央搞垮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薄熙来 这个王立军炮打中央 然后他在上面再一讲 对呀 你们怎么走资本主力路线 你们毛泽东都不军中了 你们共产党都不军中了 那还得了 怎么一小动 大家一搞 这个这个傅锦涛就站不住家了 所以这个这个 是一路来的 你看好了 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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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的所有的评论 我们海外的评论 比国内的评论 还要准确 为什么 关系要在旁观的清吗 在你们的人都搞不清楚 我们旁观的人才搞得很清楚的 谢谢 OK好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休斯顿的 休斯顿的彭先生 你好 彭先生你好 您请讲 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 有一点呢 我是想说明的一点 就是说他们 这个这几个常委也好 或者是几个 共产党的那几个领导人之间的 斗争 那种 那种民争暗斗 其实是 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斗争 所以呢 你不能够完全的把胡 胡锦涛和温家宝摆在一个阵营上 他们其实 今天呢也有一些 就是观点上的不一致 尤其是在证件上的不一致 所以呢 这个 这出戏怎么演 我真的 我觉得那很难 很难预测 但是这个周永康呢 可能 可能会倒霉 但是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说法 好 谢谢彭先生 由于时间关系的 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 国西来倒台 下一出戏会像 下一出戏是什么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 参与讨论 发表您的见解 到底下一出戏是什么 好 观众朋友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倒台 下一出戏是什么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 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再继续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位是大陆的陆先生 陆先生您好 好 一位嘉宾好 我来薄熙来 他这次被名字 有个堂位 无论 中间最关键的人 就是贺古墙 可能同意处理到福西兰 然后才处理薄熙来的 然后像这个显示了高层的分类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福西兰其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你要到底线的 但是他敢于说话 敢于干事人 那就是事实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薄熙来倒台了 就没有高层了 就没有弄自防了 就是吴温他们这一派便是压倒了 压倒将军这一派了 就是无事很难 就是一派 一派独大便会 也会造成那种专制 独裁专制的偏向 就是看 就是看 主要是看后来 他不想怎么反复 他从他眼睛看了 他已经不会把手的 他唯一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通过军事政变 通过专业学院控制 吴温嘉宝 然后就好军事政变 或者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陆先生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个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再接一会儿朋友电话 加州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好的 关于这个话题 薄熙来跟那个 跟那个什么王立军 他们出这种事 我觉得你不 很多人不要理解成 有的人为薄熙来导臺而高兴 有的人说薄熙来唱红打黑 是对中国有什么帮助 其实不是了 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它只不过是一个朝代 那么任何一个朝代 你历史的来看 它到默契的时候 它有各种宫廷类的权动 薄熙来 它不是因为唱红而倒霉 它是因为奸诈而倒霉 那么温嘉宝搞的那些所谓改革 也不是真正的想 把这个国家搞好 他自己儿子的那几十亿 他不会放掉的 他老婆卖钻石 他讲话我就不会相信 你张德江来接薄熙来 也是一个笑话 张德江是留学生 学经济的 在哪学的呢 朝鲜金日成大学 可笑吧 北朝鲜金日成大学学经济的 你从经济当头 你把经济搞好 这些都是一些笑话 它就是专制集团内部的这种斗争 是无比的残忍的 到最后他们杀起来绝对没有 你们以为你支持这一边 或者是支持另外一边 刚才还有人说 胡锦涛听了什么什么东西 就醒悟了什么的 没用了 他们是一群狗在那边乱咬了 海外的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你就看笑话 他还强盛的时候 你就看着 到一定的时候 他一定会腐掉 腐烂掉 这是我的意见 好 谢谢高先生 那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的话 我们先请嘉宾回应一下 首先请在线上的张天亮先生 集中的回应一下 同时刚才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把火是否会烧到周永康 也是否会烧到更高 您如何的解读 请您集中回应一下 这个里边有一个 就是很有意思的定性问题 就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 他提到王立金这个案件的时候 浮动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就是文革和改革开放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个是跟过去陈良宇和陈希同都不一样的 尽管我们知道过去陈良宇和陈希同 他们下狱是因为他们得罪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给他们安的罪名都是贪腐 贪腐的话就是一个个人问题 就是你个人贪腐 所以说就是处罚的是你个人 但是如果您再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把这个薄熙来定为文革余孽 那么所处理的话 就绝不仅仅是薄熙来一个人 既然是一条路线 那么当然就是有很多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 现在左派的这些网站 像乌有之乡 这个什么毛泽东思想网 这些网全部被关掉 据说这个司马南 还是这个司马南的话 还不断的在上删他的微博的帖子 所以说其实他的本意的话 是一种权力斗争的 但是我们看到 当他定位为路线斗争的时候 薄熙来绝对不是这一条路线的 最上面的那个人 两条路线斗争的话 一定要挖出一个司令部的 以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话 他绝不会是司令部的头 司令部的话都得是常委 像这个刘少奇 像这个林彪 像这个级别的话 才可以说是另立司令部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认为中共网上追查的话 会追查到常委这一级 那么周永康的话 他和薄熙来捆绑在一块 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态势 已经很明显了 在这个两会期间 别人都不理薄熙来的时候 周永康的支持 并且去赞扬这个重庆模式 所以我想就是 当他定位为路线斗争的时候 周永康已经被划到了薄熙来内侧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 密切关注的一个动向 好的 谢谢张先生 那我们请这个陈伯宫先生 集中对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也有回应 刚才有个观众讲的 说看薄熙来怎么反扑 薄熙来谈不上怎么反扑了 为什么 这个力量对比 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 力量对比很分明 因为在政治局高层里面 至少有五个 九个里面就五个是铁杆 要倒搏的 一个是温家宝 一个是胡锦涛 一个是习近平 李克强 还有霍国强 那么这个铁杆挺他的 只有一个周永康 另外三个 就新四人帮中的三个 那是墙头草 随时可以摇摆的 就是这个吴邦国 李昌春 和这个贾庆林 所以这种力量对比 使这个薄熙来 没有什么反扑之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也看到 这个重庆当地会不会反扑 也很难反扑 他们这个是去 派了李朝元去宣布 李源潮去宣布 这个张德江接任 当时让重庆市长 黄启帆主持 就像当年上海搞 这个陈良宇 让这个市长 韩正主持会议一样 所以说当地的 他这个市里面的反扑 也很少 而且重庆卫视有个信号 就薄熙来 去年的这两年规定 重庆卫视改名叫红色卫视 绝对不能播商业广告 只能播所谓的红色经典 结果重庆卫视的收视率 在全国从第四 一下跌到第二十几 商业收入全部都泡汤了 结果院生再到 就在薄熙来被宣布 这个倒台的同一天 重庆卫视立即就有了商业广告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 薄熙来反扑是没有力量的 另外刚才提到这个 路线都是我基本上同意 张天亮先生的这个分析 刚才有个位先生讲了说 胡和温是不一样的 这次的确 他这个权力都这么看到 汪洋有个广东模式 薄熙来有个重庆模式 那薄熙来的倒台 意味着重庆模式的破产 那么汪洋上扬意味着广东模式 走上风 那么牵涉上来 就是一个路线的问题 那么在胡温二者之间 我原来说过 谈胡温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没有胡温 胡是胡温是温 他们两个都愿意倒博 但是温是主动要倒博 他们这两年一直在 这个隔空喊话交手 这个温家宝指责 这个薄熙来搞文革 不是第一次 以前就这么说 那胡锦涛是被动的倒博 因为在意识形态上 骨子里胡锦涛就是左的 就是红色的 就是崇拜毛泽东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倒博呢 是因为薄熙来 不是因为薄熙来唱红 也不是因为薄熙来打黑 而是因为薄熙来自选动作 挑战了中央权威 地方势力做大 把以胡锦涛为总 书记的战争中央 根本就不往一触摆 所以说 最后温家宝是要倒卓 但温家宝是被动的 而不是 胡锦涛要倒卓 但胡锦涛是被动的 而温家宝是主动的 这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另外刚才有人提到 就是说张德江 就是我们看笑话 的确是中共的权力斗争 都是一个笑话 那么这次张德江去了 张德江说了三句话 说不动摇 不懈怠 不折腾 不折腾是胡锦涛的话 什么叫不折腾 就是说尽可能不要 兴风作浪 既不要左的照得很大 右的照得很大 平平稳稳的过日子 就是符合胡锦涛 一贯的保守思想 这个薄熙来倒霉 有很多地方可以倒霉 倒霉最大的一点 就是太折腾了 首先就犯了 胡锦涛 胡锦涛所说的 不折腾这个大计 所以这个冒犯了尊善 所以这次张德江的表态就能看出各种的端倪 各种的微妙 好的 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在线上 我们先接一下他们的电话 加拿大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我认为薄熙来的下场证明 多行不义必自弊 我注意到 中国的左五毛孔庆东 司马南之内的俏梁小丑 现在一个个如丧家之权 黄黄不可终日 这就是为了迎头小利 出卖自己灵魂 担当恶势力走狗的下场 天灭中共就在眼前 正如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现在 世界民主阵营和独裁阵营的决战已经打响 担当中共政权的新账品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中国的中国是黎明前的黑暗 天就快亮了 王博事件只是拉开了这场大戏的梦步而已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何先生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新泽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你好 刚才张博士讲得很对 大陆是很多路线斗争 事实上它不是只是两个路线斗争 它可能几百个路线斗争 在现阶段可能两个路线斗争比较明显 他在一天到晚我在这里稍微遇下大家所有大陆的人 我的朋友他们都曾经这样的讲过 说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在什么议会的地方有吵架甚至打架 我说这如果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如果大陆的人在会或者党的两会能够有这样子打的话 那就证明它已经进步了 为什么呢 它把这些消息都公布出来 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次举手百分之百赞成 现在又提案 又几万个提案 然后又多少几千个又通过了大家的讨论 好像大家都很一团和气 什么事情都办成功了 你再看好了 做十年还是这个样子 他如果能够学到中华民国的这个议会政治的话 他就有救了 这是我的想法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子 好 谢谢彭先生 我们再接一个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沈先生 沈先生您好 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两位嘉宾好 你好 您请讲 我不太同意网络上有些人讲 中央还要顾太子党的面子 不会对薄熙来一棍子打死 我认为刚才张天亮博士讲得很好 因为薄熙来的这个问题 已经牵涉到路线斗争了 我们看共产党对路线斗争是向来不客气的 一定是一棍子打死 比如说胡耀邦和赵子养们下场 他都是把他关事为止 所以下面对薄熙的问题来讲 他一定不是一个终结 现在不是一个终结 那么下一步呢 我绝对是要梳理头发一样的 把他的党语下面一个一个的清理出来 至于周永康是不是可以被牵出来 我想这个美国要做一个导演 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有什么交易 不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呢 也许周永康也就要退休了 如果有美国导演一下 这个就在这里就捂不住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沈先生 我们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先请陈沐空先生集中回应一下 针对嘉宾们提出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知道 不仅是薄熙来被免职了 那么王立军同时也被免去了副市长的职务 您针对王立军的下场究竟又是如何 针对刚才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王立军是肯定被罚办的 他前段时间被调查是胎腐问题 是跟黑社会勾结的问题 还有耐刑法律的问题 后来他投奔美领馆 就构成了投敌叛国 出卖国家机密的问题 不仅他要被罚办 而且薄熙来被罚办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薄熙来已经被控制了 如果胡温不把他一直打到底 一杆子打到底 不是什么他们痛到落水狗的话 那薄熙来随时可以有反扑的势力 他在大连可以制造十万人上街 在重庆号称要制造上百万人上街 而且他摆出一副 以极左面目摆出一副弱势群体的领袖的架势 这个物有之乡 虽然他们被关闭了 但是内派极左派 毛左派 新左派 这股势力还是不小 所以说高层这伙人不怕他打下去的话 应该说以薄熙来的性格 不会善干罢休的 所以薄熙来被法办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而且习近平和李克强 也巴不得在他们接班前就把薄熙来处理了 因为如果说他们接班之后再来啃这块硬骨头 那对他们就是难度很大了 刚才很多人谈到了周永康的事情 周永康很明显 我说过在两月前我出的《中南韩后会学义》书中 就讲了周永康是唯一一个出来挺薄熙来的人 他当时说这个是重庆打黑工程 是一个安定明星的明星工程 非常好到重庆去铁口直断 那么这次他又出来公开的挺薄 大家都看见了 而美国领事馆 美国方面就在习近平访问期间 选择性的释放了一些信息 其中一个信息就是 王立军投奔美领馆之后 给美方提供的是 薄熙来跟周永康要联手的搞政变 把职位传给薄熙来之后 用政变的方式推翻习近平 就跟当年有人搞划过风一样 那这个事情在中共内部来讲 如果按照纪律 不管是从纪律 还是从他的所谓法则上是非常严重的 政变或者企图政变 那中共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说他们当真处理 周永康肯定是要被拉下来 一定应该是被拉下来 但是中共现在高层的势力是什么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卖谁的账 谁也管不了谁 没有权威人物 你看周永康就可以出来公开的挺薄熙来 而温家宝也可以跟他讲相反的话 这些都还在那里 所以说中共高层对周永康 我们估计的比较如果保守一点的话 他极可能就是到十八大自动退下去就算了 但是我们估计的严重一点的话 就会在中间以政变式的发动一个手段 把周永康给逮了 把周永康的党羽给清洗了 但是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 因为周永康手下掌握了庞大的警察 国安特务国保等庞大的这个系统 如何拔掉这个硬钉子 我想对中共比其他派系 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好的 那我们再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加州的樊先生 樊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好 我其实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 胡开来是古蒙的金兽 一句话 第二句 胡锦涛 胡锦涛是李世明的后代 一句话 第二句 胡锦涛的老婆刘允钦 是跟他妈妈姓 他老婆姓 他姓秦 是王明伯谷的 是伯谷的孩子 别说这样 再一个说胡锦涛 就是你想什么 胡锦涛蒙前是江湖斗 你需要接受江湖斗 他是这个意思 因为江泽民有二家二家 一个 第二个呢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去卖国家领头 这些胡锦涛全知道 只是在人到现在 来开始清晒 这个 好的 范先生 我们知道您的意思了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先来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倒台 下一部戏又将是什么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六四六五一九二八七九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洛杉矶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 你好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就是呼吁一下 我希望那个 你们转告一下 就是在华盛顿DC的法轮功学员 和其他民主人士 现在是历史赋予 他们的最好的机会 应该马上做美国政府的工作 奥巴马政府的工作 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国会议员 要求这个国务院 去提供王立军那个实践的过程 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没消息了 现在就是你们马上去做 奥巴马政府的工作 国会议员的工作 还有他们的智能团的工作 让他们美国政府 看清楚这个历史机会 那么就像李贡总统那样的 有远见 要这个撑这个机会 一定要把共产党 让他们彻底垮台 这个历史赋予这个机会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里面不做工作的话 这个事情有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我就是想在这儿呼吁一下 希望你们能够看清楚 这个时机 把这个工作做到位 否则的话就留下了历史遗憾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希望就是这个 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 究竟讲了什么 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喂 是我 您好 您请讲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别的事情我就不重复了 就是这个事件 我就想起了 在这个大家可能也记得 在大概是六五年吧 江泽民 不是 那个 胡锦涛在东海去舰队 简约海军的事件 对不对 当时就传出来说 江泽民就准备 借这个机会把胡锦涛干掉 对不对 当时的话 而且这个消息呢 当时唯一听见 我认为可能真真假假 但是我想无风不起浪 以后呢 这个事情是发展到 怎么样 是江泽民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当时的什么海军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还有曾庆红 这些都在那里 就都说是 都说是一会儿又好去看 结果谁知道 胡锦涛呢 得着情报就走了 就是说这个 还不好 好 谢谢刘先生 那个我们时间呢 非常有限 我没面临的意思了 请您这个 我们每个观众呢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尽量简短 我们非常 结合着刚才问题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一会儿再接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个结合着刚才 这个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同时呢 观众朋友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胡温呢 这个当时的曾经 这个 想这个 把这个 这个 胡锦涛炸死的 这样一个 一个传闻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事情呢 和现在也有关系 就是在接任 这个 重庆市委书记的 这个 人选呢 而不是过去呢 在 普遍的 这个 外界盛传的 是由团派的周强 入主重庆 而是由呢 比较由江系色彩的 这个副总理张德江接任 您对此有什么样一个解读 对 张德江啊 是铁杆的江系人物 他原来是在辽宁出道的 当过辽宁省委主席 后来被江志民啊 搞到这个浙江 当省委书记 后来被搞到广东 当省委书记 但他在广东 当省委书记之间 受到地方势力的这个抵触 广东有个躯张运动 对他是非常不满 对他那套北方啊 北方的那种 粗鲁作风是非常不满 所以他在广州是出了一笔之灰 后来一个调到了中央去所谓 做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那么首先调他去啊 这个重庆 可以看出第一点 他是这个头衔很高 叫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由一个副总理去兼任一个市委书记啊 这在恐怕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中共历史上 那么一方面的说 重庆呢 因为是很大的直下市 他不像上海北京 那么只管周围的一点地方 重庆是把以前四川省的三分之一 给划了下来 就人口有三千多万 甚至比很多那个省的人口的多 所以这个这个直下市 相当于一个小省 所以这个这个 他们把他逮得非常重量 第二个派江张德江去啊 张德江是1916年出生的 今年都66岁了 那么他显然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那么最多就是应该在18大这个前后 过渡一下 然后之后呢 应该会交手给别的人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江系的人马去 而不是胡锡的人马去呢 大家经常看到的是 胡江两派的斗争 但是我们也看到 胡江两派的河流 他们在一些关系到 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上 这两派是河流的 比如说他们指定的接班人 习近平跟李克强 习近平就来自于江派的指定 那李克强就来自于 胡派的这个指定 所以这方面 他们在继承上就已经河流了 那么在一些很多 就像过去江泽民 有人说江泽民会不会抛弃周永康 江泽民谁都可以抛弃 他原来陈亮宇 就是他一手提拔的情信 他为了跟胡锡涛做一个交易 那个对胡锡涛让步 他就把陈亮宇抛出去了 那陈亮宇被判处重刑 搞得那个灰头土脸 那么现在 他不仅能够抛弃这个薄熙来 因为薄熙来直接叫板了习近平 他还可以抛弃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是江系中的一只罢了 江系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现在江湖两下 李中有我 我中有李 很难搞清楚 我们只能够具体的事件中 去分析一些脉络 所以张德江接任 应该说就是好像看上去是 江派战事战上风 或者是团派没有成功抢到的位置 但是也可能就是 在两派相争不下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个权益的战事的安排而已 好 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接下他们的电话 洛杉矶的某位先生 某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那么我认为 新唐人这个台 应该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思想方面 做一些议论的引导 而不应该很狭隘的 就看共产党演出了戏 这个有点太狭隘 那么我认为呢 应该更多的考虑 五四运动之后的 民主引德塞二先生进中国的民主科学运动 后来的被袁世凯利用 被蒋介石利用 被毛泽东利用 那么等等的对中国人的命运造成巨大损害 邓小平是一个开放的人 但是在六四的问题上 他实际了这个镇压政策 使中国呢 陷入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状态 现在不管是 过去那个江泽民也好 李鹏他们那帮 这帮这帮就是这帮人 还包括现在的毛泽 这个薄熙来这帮人 他们搞的这些都是跟着社会历史 是倒退的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新唐人 那个电视台应该去推动民主自由 这个角度上去引导新闻 这些个小的这些个政策变化 没什么大用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么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更远一点 OK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先生 也非常感谢这位先生的 对新唐人的关心和支持 和同事提出的建议 我们一定会非常考虑您的意见 我们再接约观众朋友的电话 休斯顿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提一下一点 我听到光阵里边 有很多人提出来 说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来促使中共的倒台 我觉得你们有点太天真了 因为怎么讲呢 中共这个内斗 这种内斗 实际上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所以在路线上大家不同 可能也有斗争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偏左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所以要想找台 不能够就期望 一定要付出血的代价 就是拿乌坎真为例吧 他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才能够换起一个 一个小小的村的民主 何况一个国家 所以你们不要太天真了 搞不好的话就有点像六四一样 虽然说我是比较赞成六四的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六四是造成赵紫阳下台的一个导火线 就是说如果不是六四的话 可能赵紫阳的十三中全会的那套东西 可能都得到十四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彭先生 那我们观众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究竟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 这种左的思想 是不是一个破产这样一个 我想结合观众朋友的用文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了 王内军和薄熙来的东西都被贬值 究竟在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熙帆市长 他这次坚决说拥护中央的这些 一个调整的决定 他的处境又如何 结合着观众朋友的问题 请您综合本路 首先刚才有位先生讲 说我们电视台应该多谈民主自由 对这些权力斗争的事情不用谈 我们一直在谈民主自由 方向一直是往这个方向 但是民主自由不是抽象的谈 因为这个薄熙来事件是一个爆炸性的重点的新闻 这个国内国际都是这个围绕台 我们谈清楚薄熙来事件就可以谈清楚中国的方向 像他这种唱红的人质的 这个方向是绝对行不通的 那么这个中共高层当然固然是不想变 但是这个形势不由人 形势也不饶人 像这个两会代表就管不住了 各说各话什么都有 批评政府的也有 抨击高层的也有 甚至汪洋说地方上想改 中央不想改 这都来了 这时候他的威权在下降 而多元化的民意在上升 国际的民主化趋势在上升 所以这些都构成了压力 所以薄熙来事件在解剖的同时 我们就在解剖中国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一个政治民主化 社会多元化 经济自由化的方向 那么另外刚才彭先生讲到 说不能过于天真 以为薄熙来倒台 共产党怎么样 的确是不能天真 我们看到尽管薄熙来倒台了 尽管温家宝 站在了薄熙来的对立面 用文革的手法 用文革的说辞来 抨击薄熙来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他们两会上 通过了一个所谓刑法修正案 是可以允许秘密羁押 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所谓一人士 所谓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 主要是针对异见人士的 还有一个 他们这次还 在两会上 还继续的封锁 所谓的不准官员财产申报 所以这个东西都说明 他们并没有进 而且微博实名制 也使互联网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但是我要说两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 当中共通过了刑事 刑法修正案 允许秘密拘捕之后 恐怕薄熙来就是第一人 要以身司法的人 就是第一个要请君如问的人 就像王立军 现在家属去打听 上面是无可奉告一样 现在薄熙来也可能处于这种状况 家属要去要人 恐怕无可奉告 所以共产党制定的自己东西 首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请君如问 让他们自己的人去以身司法 第二个具有讽刺 就是说什么 他这次他尽管不公布 所谓的官员财产 但是被代表所吵得最厉害的 被网民所吵得最厉害的 也就是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财产 而他们的两会代表着公开的炫富 所以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至于刚刚说到了 重庆官场那些人 黄岐帆这个人 这次表现的是替薄熙来站台 为重庆开拓 尽管他有想胡温书臣的意思 他一到去开两会 他就要求记者把他的话一字不漏的 讲出去写下来 他生怕跟中央不保持一致 但是他又偷偷的跟凤凰网 在那里采访 把王立军事件上纲上线 最后让高层的非常不满 但是高层肯定是 要一手阴一手转 就跟上海一样 他明知道韩正跟陈良宇是一伙的 有很多腐败大案是分不开的 他故意把韩正还放在那里 把陈良宇处理了 让韩正去主持会议 来稳定上海的局面 但是给韩正永远不会晋升了 比如韩正不可能升市委书记 也不可能升政治局委员了 那么他们现在处理重庆 他也是一个手法 把黄岐帆还稳在那里 没有把你黄岐帆收拾之前 让你黄岐帆先当一个替罪羊 还在那里帮别人数钞票 被人骗了 还在帮人数钞票 所以黄岐帆还在那组织重庆会议 还在那宣布 薄熙来被免职 王立军被处分 所以新的领导人怎么怎么样 但是黄岐帆和重庆 这个大大小小的 薄熙来的党羽 这个被收拾掉 应该在中共党内 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中共党内 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 这个没有一个余地 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话 叫做泥江圣勇最穷克 所谓不可顾名学霸王 他们这个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那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温家宝 在最后的人大 最后一天开记者会上的时候 这个记者会答记者问的时候 非常的长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 他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直到最后一个 路透社的记者 问到了王立军的事件 他结束这样一个事 其中呢 其实这个会议的 这个组织者李兆兴 多次想上前阻止温家宝 那么温家宝呢 还继续开这个会议 直到最后 您对此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解读 对 这里有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中共高层的 都是这样 在那里也暴露无遗 这个温家宝 这个记者会都进行了 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这个李兆兴 一直想打断他 我们知道李兆兴是一个极左派 是一个红色基因 是一个红卫兵市的 这个痞子外长 这个他跟这个薄熙来 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李兆兴 是肯定不愿意让记者 提问王立军事件的 而李兆兴有可能在事先 就吩咐了中方 至少中国的记者不能提 所以当场没有一个 中国报社的记者 提到王立军事件 最后是这个 温家宝显然在等待 提这个问题 所以温家宝一再说 这个要延长一下 说没有关系 到后来说不累的话 再提两个问题 终于等到了路透社记者 把王立军事件提了出来 当温家宝答复完 王立军事件之后 就宣布这个会结束了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是外国记者提了出来 相当于才帮了 温家宝一把 温家宝把他想出的话 说了出来 同时也有可能是 温家宝的人 甚至给这个路透社的记者 递了条子 让他提的 才最后才提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的结束 就说明中共高层的分歧非常大 而李肇星在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这个半脚石的角色 企图继续地替 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打掩护 这是一个 同时我们看到 温家宝在这个记者会上 也是非常的娇情 这个举行了 最后一期的记者会 显得依依不舍 还说最后一次又告别 也好像很深情 又搞很多古诗 任何人去背点功课 抄点书 都可以背点古诗 但是关键是 为什么他流露流露 那个留恋之情 这是一个贪恋权威的表现 是一个贪慕虚荣的表现 你看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下台就下台 这个最后一次记者会 就最后一次只会 潇洒得很 面带微笑 来也愉快 走也愉快 来也轻松 走也轻松 不管是布什总统 还是克林顿以前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中共领导人 要摆出 非常留恋呢 因为他们不在一个民主制度下 他们在一个 自己设定的专制体制下 但是又想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又想要出风头 想要国际上 对他有好感 所以他就对记者摆出一幅留恋之情 因为他多少年 十年来的表演 都是在记者里得到了渲染 那么最后他觉得 对这个是恋恋不舍 我就说这是一个恋见权威的表现 这骨子里还是一个专制的基因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的 它的海外版的话 英文版的叫做环球时报 最近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有这样一个报道 就是环球时报 根据对全中国的 一千零一十位 具代表性人物的进行 是罕见的民调 有63%的受访者 是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众 那么调查还显示了 15.7%的民众希望中国一党专制的制度 立即或尽快的结束 那么法国解放报对此评说 这一颠覆性的民调 结果只是用英文发表的 那么可能 无论是环球时报中文版 还是其他报纸都没有走路一点的风声 那么环球时报的记者 显然是 他评论说 显然是冒着被中共宣传机构 严厉惩罚的风险 同时也显示了中共内部 拥火反对真正正式改革的分歧 吴杜佑我们同时也关注到 温家宝在人大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的 他谈到改革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精致体制改革 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成果 也将会得而复失 甚至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历史悲剧 可能会重新发生 那么就在中国大陆的话 也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 在中共的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 新的领导人上台 是否会进行政改 您怎么样解读 首先我们对中共搞不搞政改 是不抱幻想 因为他们多年来 只说不做 没有实际行动 有雷声没语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说 他们的政改 谈政改 跟我们的理解是不是一样 这也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看到 由于薄熙来这个事件 由于重庆模式的衰竭 由于广东模式的上扬 那么会影响到十八大的走向 这个不是中共愿变搞政改的问题 是社会的多元化的要求 国际社会的民主化的大势 还有党内出现了不同声音 这次两会上出现了大量的 管不住的声音 这有可能推动中共 要么就求死 要么就求生 符合民意或者不符合民意 这个方向上去抉择 好的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的 这期节目就只能进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不能接听您的电话 希望您更早些时候打来 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薄熙来倒台 下一出戏究竟是什么 我们也在持续关注 继续为您跟踪报道 好 非常感谢今天在现场的陈木工先生 也感谢在连线的 张天亮博士的点评分析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